Hello,大家好 这次想跟大家分享Samba网络共享文件 跟我上支影片介绍的Windows网络方林 在区网内设定共享资料夹的原理很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右上方的资讯卡了解一下 两者主要差别在于 一个是共享Windows上的资料夹 而这次介绍的Samba则是直接共享SteamOS上的资料夹 一样都能做档案传输 只是Samba让你直接在Windows上存取Steam Deck上的资料 不必先把要分享的档案移到Windows的共享资料夹 比如Steam Deck在游戏中截图 你不必退出游戏 可以直接透过桌机来下载 编辑或查看刚刚的截图 也可以直接浏览SteamOS文件管理器里的资料夹 像是下载、音乐、影片等等 又或者要装Mod、汉化或是抓存档 可以直接在桌机上浏览Steam Deck上的游戏资料夹 然后直接操作 会比透过Steam Deck编辑游戏资料 要来的方便很多 甚至可以有特殊玩法 直接把Steam Deck上的硬碟或SD卡 在桌机上远端挂载成网络磁碟 然后加入到Steam游戏库里 为了让大家方便的安装Soundbar协定 自己稍微研究了一下 做成了自动化安装脚本 把网络上的步骤都统合在一个脚本里 直接执行即可 如果不想用了 设定乱掉了 或是安装失败了 也另外提供了反安装脚本 期间用自己的Steam Deck测试了很多次 安装或反安装都运作正常 只是每个人在Steam Deck安装的东西都不同 总会有个体差异 脚本里有写各个步骤的作用 有疑虑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再使用 我会把脚本连接贴在影片下方资讯栏 首先对着RAW右键选择另存连接 就会把脚本下载下来 可以直接在SteamOS桌面模式里操作 这里我是在桌机上下载 然后透过网络方林的分享资料夹 传给SteamOS 然后底下的Uninstall Samba反安装脚本 也可以下载下来 脚本可以放到任何位置执行 前提是该位置使用户具有权限的地方 如果跟我一样是透过Windows的分享资料夹 要先把脚本转移到SteamOS资料夹里才能执行 我把两个脚本都放到下载资料夹 然后对着脚本按右键到权限分页 把执行权限打勾 假如没先授予执行权限 后面在跑脚本时会收到错误讯息 打勾并按下确定后 再次对脚本按右键 然后选择在Console中执行 接着输入用户密码 就会开始跑脚本 安装时间大概两分钟 安装期间要保持网络连线 因为脚本里的软件功能都是透过网络抓取下来安装的 只要有网络 Linux系统很多事情都可直接透过终端机打指令完成 在脚本接近尾声时 会要求设定Samba用户密码 这是Samba文件分享实用的密码 我自己是设定成跟SteamOS的用户密码相同 设定后会再要求输入一次 你确认密码 密码设定好后 会启用Samba协定开机自起 然后是启用网络探索服务的开机自起 总共连续四次的授权要求 依序输入SteamOS的用户密码即可 出现设定完成 就可以关闭终端机了 此时已经可以在桌机上 看到Samba预先设定好的分享资料夹 我分别预设了SteamOS的Home用户资料夹 设备挂载点以及Steam的资料夹 因为每个人Steam用户编号不同 所以无法直接把游戏截图设成预设的分享资料夹 其中Deck资料夹对应的就是SteamDeck桌面模式里 打开文件管理器的最左上书签 可以从这里浏览到大部分的用户文件 而Mountpoint挂载点则是SteamDeck的SD卡 或透过上方Type-C连接的随身碟或行动硬碟等等 资料一般都会出现在这里 以我的例子 第一个是以掌机模式格式化SD卡的资料 第二个是我自己设定挂载的NTFS格式的SD卡资料 第三个是我内部SSD专放游戏的NTFS分区 第四个则是双系统Windows的词区 Steam资料夹顾名思义就是Steam的安装目录 像是游戏截图 安装在SteamOS内部硬碟的游戏 以及各项游戏参数 甚至是存档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若要变更分享资料夹 就要编辑SMB-CONF参数档案 目前我没想到更容易使用的方式 只能请大家从Rootus进去 然后找到ETC资料夹 再找到Samba资料夹 进去后就可以看到SMB-CONF参数文件 或者直接在上方栏位 输入斜线ETC斜线Samba 然后Enter确定 打开SMB参数文件后 第一个不必管它 第二个就是用户资料夹 第三个是Steam资料夹 第四个是挂载点 底下是我预先打好的一些范例 大家可以依照这个格式 来新增或变更分享资料夹 然后记得把前面的景字符号移除 才会套用参数 底下的范例中 有游戏截图的资料夹 只要把自己的用户编号换上去 再把前面的景字符号移除 就可使用 Game资料夹 则是内部硬碟存放Steam游戏的位置 然后UserData跟最底下的CompactData 都是些存放游戏参数 或者存档的位置 大家可以依需求去使用 这边示范一下 将游戏截图位置 做成分享资料夹 我之前已经有把Steam截图位置 建立书签了 大家可以从这路径 去找到自己的编号 把用户编号复制起来 贴到SMB参数文件里 然后把景字符号移除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这次我想直接把我内部硬碟里 NTFS格式的游戏分区 也直接设成分享资料夹 只要把该挂载点路径复制起来 贴到SMB参数文件里即可 我先新增一个分享资料夹的格式 然后贴上内部硬碟 NTFS游戏分区的挂载路径 再自己设个资料夹名称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也可以把Steam预设的游戏存放位置 直接分享使用 只要移除前面的景字符号即可 设定好以后 按储存 会要求修改权限 输入用户密码即可 此时已经可以在桌机上 看到修改后的分享资料夹 假如没改变 或者无法存取 则必须重新启动桌机 让资料重新套用 就像这样 代表桌机端资料没更新 必须重新启动 如果不想重启 也可以在SteamOS桌面模式 打开终端机 输入System 2 Restart SMB Service 这样桌机就能够立即更新 分享资料夹 假如想移除Soundbar分享资料功能 只需运行反安装脚本即可 先右键到全线分页 把执行全线打勾 然后右键选择在终端机执行 反安装时 同样会多次要求输入用户权限 出现Soundbar协定 删除完成 就代表脚本跑完了 之前装的功能以及服务 已经被删除了 在桌机上 已经看不到Steam Deck的分享资料夹 这边再示范一个特殊玩法 假如有把放游戏的资料夹设定共享 则可以直接挂载成网络词碟 然后放到游戏库里 直接远端读取 比如我把Steam预设的游戏存放位置 以及我内部硬碟的游戏分区 分别挂载成词区 然后打开Steam的游戏库 就可以把刚刚挂载的词区Y和Z 分别加入 就能直接远端读取游戏 以上就是这次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